一夕之間 失去摯愛以及寶貝女兒 留下悲傷的王爸爸 他強熱悲痛 堅強活著 就是為了替家人討回公鬥 但卻遲遲判不到 槍決伏法的那身槍項 爸爸一天要把他做到這 政府又不出行出行 我有辦法 另外一九八七年 震驚社會的新竹南童 陸正私票案 祖先邱和尚死刑定念 至今正未執行 也成了關押最久的死刑犯 你大法官在解釋這個東西完了以後 你寫了一大堆诞書 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 這要怎麼樣 可是你講了這些話 你是侵犯到這個法官的職權 敗愛家屬各個氣氛難憑 因為即便能夠判死 但近四年來也沒有執行槍決 就連國民黨台北市議員王欣怡 也在臉書上以被害家屬身份痛批 根本是在玩文字遊戲 部分核縣處在灰色地帶 若死囚有機會逃過一死 恐怕將引發社會反彈 不過憲法法庭也沒有一舉宣告死刑違憲 也讓FACE聯盟感到非常遺憾 在三十七位定驗的個案當中 大部分並非直接故意獲預謀 或者並非情結最嚴重的罪行 完全保障的想像已落實 不應該被死刑綁架 FACE聯盟認為死刑違反人權無法有效嚇阻犯罪 且亦有冤獄發生暫停執行 死刑才是唯一出路 雖然事先案宣判 但存廢爭議仍依舊存在 這期新聞綜合報道